中国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去年的集成电路产量,包括本地公司和外资工厂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率是2020年的两倍。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一发布的数据,2021年中国生产了3594亿块集成电路,同比增长33.3%。 这标志着与2020年相比有了明显的加速,当时中国的集成电路产量增长了16.2%,达到2613亿个。 虽然官方数据没有提供按技术节点或按公司分类的数据,但它强调了中国在长期推动半导体自己自足的情况下为提高产量而做出的努力。 产量的增长也提供了新的证据,表明中国保持其与全球供应链一体化的努力正在得到回报。 总部设在美国的半导体行业协会CA本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一份报告预测,如果保持目前的势头, 到2024年,中国的半导体行业可能占全球销售额的17.4%,高于2020年的9%. 这将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三大芯片销售国,仅次于美国和韩国。 中国通过政府补贴,采购优惠和其他优惠政策努力发展芯片行业,引发了该行业的投资热潮。 根据CA的数据,中国宣布在2021年增加28个晶圆制造建设项目,总额为260亿美元。 另外,根据海关总署周五公布的数据,2021年中国集成电路的进口额为432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23.6%。 中国在进口半导体上的支出相当于在粮食和原油上的支出之和。 就数量而言,中国在2021年进口了4325亿颗集成电路,仍然大于中国的产量。 然而,中国大陆的企业在全球舞台上仍是小角色。 根据美国研究公司IC Insights上个月的一份报告,2021年,17家半导体公司的总收入超过110亿美元,但没有一家是中国大陆的公司。 韩国存储芯片巨头三星电子以788亿美元的收入位居榜首,其次是美国芯片巨头。